小兄姊妹平安 我們今早再次回到崇拜 我們一起敬拜,讚美我們的主 今天我們的主題叫做 捍衛,基督居守衛,反對空凡的哲學 我們的經文是採自哥羅西書二章一到十節 前幾個星期我們崇拜的講員 已經分享過哥羅西書的背景 我們今天就注重在看第二章的一到十節一起讀 到這段經文我們準備我們的心 帶著渴望的心,帶著敬無仰望神 我們直接來讀 1、2、3 我願意你們之道 我還我為你們和在老底家的人 以給所有沒有跟我見過面的人 是怎怎樣,竭力奮鬥 為的是要他們的心得著免黎 在外中彼此連繫 可以得著憑胡勝 因確信以來的一切封聖 兼敵的信心就歡喜了 你們怎樣接受了基督耶穌為主 就當照樣在他裏面行事為人 按著你們所領受的教導 在他裏面紮根、劍造 信心堅定、滿有感謝的心 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不照著基督 而照著人的傳統和世俗的言論 接著哲學和騙人的空談 把你們老去 因為神本性的一切封聖 都有形有體的住在基督裏面 你們也時在他裏面得了封聖 他是一切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底下我們看到哥羅西書2章1-10節 核心的謠點在這四個方面 我們的主題是關於傳養基督、高舉基督 反對一切空泛的哲學和人的論點 我們看保羅是怎樣的說呢? 第一個部分 保羅是揭力、奮鬥、傳養、福音、教導、換徒 他是傳養基督 他用他的生命、他的一切 來將神的福音傳養出去 他說他服侍的焦點 就是帶給人福音 教導人明白十字架是怎樣在人的生命 這個是保羅用他的一生 他的生命成為一個外邦人的使徒 這個使徒是親自被耶穌基督 來呼召、啟示、猜派的 所以這個使徒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人 他在異章一到十字他説為何呢? 他揭力的傳養 第二個部分他說他傳養的目的 是為了所有的門徒 比如說哥羅西、老弟家、教會 以及其他他還沒見過的教會的人 可以成長、可以認識基督 所以保羅的生命是以這個來焦點 他的目標就是教會可以長大成人 認識基督耶穌的福音 第三個方面 門徒們他們領受了教導之後 他們的生命得以成長 以及完全更加像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第四個方面就說到 所以我們學習了真理要怎樣呢? 我們要防備疑端邪說來維護基督 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每一個方面 都是跟基督 也都是跟我們的耶穌基督 是有關係的 我們一起來到今天看 所以我們分成四個部分 傳養基督 傳養基督對我們來說是甚麼方面呢? 首先我想提醒所有在我們教會做領袖的人 誰是領袖呢? 我們當中的牧師 例如主牧師 我自己 主任牧師 以及不同堂會的牧者 長老 執事 童工 時工的主人 主任 組長等等 我們就是領袖 我們就是領袖 領袖的使命 領袖的職責 職責 就是傳養基督 我們怎樣來傳養基督呢? 我們傳養基督的目標 是幫助我們的門徒 更加像門徒 所以聽我們所有的領袖 我們教導 我們傳養 我們講福音 我們帶領門徒 是為了幫助門徒 更加像基督 這是我們的目標 那怎樣來傳呢? 第一個方面 是我們的生命的榜樣 所有做領袖的 我們最大的榜樣 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主耶穌基督 跟他的十二個門徒 一起的生活 一起的活著 耶穌基督有的缺點 有什麼? 是沒有缺點的 耶穌基督是完美的 聖經說他是完全沒有犯罪的 他是完美的一個人 所以耶穌基督 他用生命的榜樣 來激勵門徒 門徒就跟隨耶穌 學習耶穌 門徒怎樣的 所以就像一個福印機一樣 如果用福印機 你放一張紙 放在福印機上面 按關鍵 按按按鈕 它有一個缺點 它就會指出來了 所以耶穌生命的榜樣 要門徒跟隨他 在我們的教會 在馬來西亞的教會 在全世界的教會 所有做領袖 剛才我已經說過了 所有的牧師 長老 執事 同工 主人 組長 我們就是領袖 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傳養基督 用我們的生命來教導 用我們所說 所說 跟我們所活出來的 必須是一致的 我們說一個人很虛偽 為什麼是虛偽呢 就是他活的 他表現 他包裝自己 跟他實質的質素是不同的 這個就是虛偽 真正的領袖 是用生命來教導門徒 所以我想提醒所有做領袖 或者是家裡當中做父母的人 用我們的生命成為我們身邊的人的榜樣 Amen 我們要學習一切的努力 接下來我們看到是神華語的良綱 我們學習神的華語 我們可以來教導我們身邊的門徒 我們要教導之前 首先我們自己要經歷到上帝 他的華語是真實的 我們需要上課 我們需要明白 我們需要每一天 專心的靈修 默想上帝的話 在過去幾個星期 特別是禁食祈禱的 那時候開始我每一天 花時間來默想 來將不同的英文再一次的再讀 雖然這是我每一天所做的 但是我決定這樣做 我將我的心更加的專心來做的時候 我發覺神的恩典 不斷的充滿我們 領袖們 我們教導的是什麼呢 神的華語 我們不是用我們人的智慧 保羅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使徒 他說他學習 他有很多的學識 但是他說他在哥林多教會的面前 他是恐懼 他是擔心害怕 因為為什麼呢 他不是用人的智慧 他不是用人的能力來講福音 他是用神的權能 神的華語 弟兄姊妹 我們所教導的是用神的華語 神的良光 第三方面 我們需要有系統性和創意的教學 我們教我們的門徒 我們要用新的方法 我們要用系統性的方法來教學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的學習 是需要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學習 我們不可以跳太快 如果跳太快的話 我們會跟不上 我們的門徒跟不上 而且我們的教導是需要有創意 特別是現在的現代人 現代人不是說年輕人 就算是現代人 比如說所有的人 六七十歲的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在用手機 在看電視或者在看電腦 來看我們的崇拜呢 誰不知道什麼叫Youtube 我想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 什麼叫做Youtube 什麼是網絡 什麼是視訊 什麼是zoom 什麼是網上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麼我們的教學的方式 我們的媒介轉變 我們的方式要轉變 耶穌基督 他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一位神 這位上帝 耶穌基督在同門同一切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地用生活的裏面撿到 比如說他看到一個石鼓 他就教導 啊 我們看到有個農夫去殺種 這個雀仔 嘚嘚嘚嘚嘚嘚 來扔走這個 扔走這個種 或者是這個種子 是跌落在爐邊 所以耶穌是用很生活化 很簡單 又很創意的教學 所以我們要不斷地改進 第四 我們的教學 弟兄姊妹 我們做領袖的 我們的教學是要實實佔 是要給人機會去實習的 去練習的 所以訓練悶徒 為什麼我們要參加這個兩年的悶徒培訓呢 是因為要預備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進入這個實佔 這個實習的這個服事 應該不是我們會懂很多 但我們活不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一定要傳讓 那第二個方面 我們看到形式基督 我們教導悶徒 我們期待要看到的果效是甚麼呢 第一悶徒會回應神的呼召 成為主耶穌的悶徒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如果你有個老師 你去一個學校讀書 你讀了六年小學 先生問你 先生問你 你學了甚麼呀 你學習甚麼呀 他說沒有呀 我甚麼都沒學到呀 甚麼都沒有呀 這個做先生的心裡 會覺得我失敗呀 所以我們教導悶徒 我們成為領袖 我們教導悶徒 第一個很重點的就是 回應呼召 成為主耶穌的悶徒 我們有幾個方面 成為一個衡量的標準 我們有一個 criteria 首先我們看到我們的門徒 是在真理上面 要不斷不斷的成長 不斷不斷的突破 神的真理教導我們要怎樣 不斷的來明白 上帝的心意 讀聖經 在韓國我看過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有一個80多歲的老姊妹 她一年讀完七次聖經呀 雖然她的學識不是很高 她的字不是認得很多 但是她花時間 不斷的讀神的話語 將神的話語進入吸收 在韓國呢 他們每個星期三 他們有一個長輩 一般上教會 星期三呢 他們有一個樂靈團契 他們會教聖經的呀 他們會特別的聚會 在早上邀請教會 這些長者來到教會 來聽神的話語 學習神的話語 大家不會覺得 我們的年齡很長 我們已經 時日不多了 不用讀書的啦 不用讀聖經 不用上課的啦 不是的 我們要如時俱進 我們要不斷的進步的 如果不是我們出去 現在是不是我們 很不方便呢 我們出去 我們要拿起我們手機 我們要學習的呀 好像現在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從小到大 這麼大 第一次不能上課會 我們全部看電視 看iPad 看電話 來崇拜 我們不斷的進步 在神的話語裡 我們都要不斷的進步 所以在這裡做一個預告 我們的門徒訓練 要開始啦 就算你不是好識字 沒有關係 你上這個課程 我們一起來學習 另一方面呢 是愛心的操練 我們在愛心裡 我們要不斷的成長 不斷的長大 我們怎樣長大呢 就是我們更加的愛 我們身邊的人 我們操練 在我們的生命裡 和我們家人的相處 特別是MCO期間 我們是不是有很多機會 和家人相處呢 我們磨擦的機會 可能都會多一點的了 平時不覺得 有什麼缺點呢 忍一忍又過的了 但是呢 哇 天天看著 做家婆的 對著我們的媳婦 要學習忍耐 做媳婦的 對著家婆 都要學習忍耐 我們基督徒 主力同心 彼此的傷害 我們和弟兄姊妹相處 我們都學習 有愛心 第三個方面 是我們的品格 我們的生命的塑造 我們要成長 我們的品格生命的質素 要不斷不斷的成長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上面 上帝要我們成為一個成熟 穩重 討厭 喜悅的人 聖經加拉泰說 加拉 加拉泰說 第五章 也非常這樣說 聖靈所結的果子 我們都知道 有九個果子 就是人愛 喜樂 和平 忍耐 信實 溫柔 劫志 用廣東話 我背不出 用話語 所以這九個方面 是我們不斷的 衡量我自己 我們有沒有成長 2021年 進入第二月 我們的生命 有沒有被 上個月突破呢 我們的品格 有沒有成長呢 兄姊妹 這個世界上 很注重的是 我們的外表 我們的頭腦 我們賺錢的能力 我們的學識 但是在神的角度裏面 神體重的是我們的內心 神體重的是我們 如何操練我們的生命 內在生命的質素 是高於外在生活的表現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個方面 群體的生活 我們如何是群體的生活呢 耶穌的悶徒一起住 一起生活 彼此相愛 是很重要的 第五方面 在暴道 宣教的熱心上 我們要長大成人 感謝主 我們的教會 是一個注重傳福音 注重宣教的教會 讓我們更加支持 教會的宣教的工作 支持更加多的宣教士 讓我們盼望 在幾年之內 我們可以訓練更加多的 門徒房、門徒航校 訓練更加多的組長 帶領小組去傳養福音 我們盼望教會 可以興起很多的人 起來成為職場 成為其他國家 成為不同地方的宣教士 來猜派出去 來傳養基督 這個是我們的盼望 這個是我們的標準 神要我們在這個方面成長 那我們怎樣更加的刺基督呢? 門徒應該要的態度 第一,我們要順復領袖的教導 順復是一個我們一生人要學習的 使徒彼得他教導、教會 他說我們要彼此順復 長輩、年輕的人、目者、弟兄姊妹、信徒 我們每一個人彼此用謙卑來縮我們的腰 彼此的順復、彼此的傷愛 我們的生命必須由順復開始 順復就必蒙復 如果我們生命是一個順復的 上帝的恩典就賜給我們 特別我們知道現在很多年輕人、新一代的人 在順復這個教導方面是很缺失的 我們的教會 感謝主 我們是三代同堂的教會 我們是不同的年齡神在我們的教會 我們是一個大家庭 彼此的學習、彼此的順復 願上帝教導我們 我們有順復的心 我們才可以明白身理 我們才可以明白到 上帝接著目者給我們的教導 第二個方面 我們要渴望聖經的真理 渴望聖經的真理 幫助我們日日不斷的成長 每一日我們讀聖經的次數 時長是不是很長或者很短呢? 弟兄姊妹 特別是我們教會當中 已經比較年長的長輩們 讓我們珍惜我們在地下的時間 我們學目聖經 學目真理 用聖經的畫抹出來 讓我們的子子孫孫 看見我們的生命的榜樣 我們人已經做一個歲數的時候 我們的學目是什麼呢? 不在不愛父系生命的健康健壯 兒女孝順事業有成 這是我們的盼望 但是他們更加重要的是 要看見神的懷疑 在我們的教導 在我們的生命 在我們的家族當中 不斷不斷的成長 弟兄姊妹 讓我們一起學習 學目聖經的真理 另一方面 讓我們學習 感謝上帝的帶領 每一日我們帶著感謝 每一日一起來 我們就哈利路亞 我們在活著 我們讚美主 我們還讚主 我們透過每一日早上的神討 一起敬拜 一起讚美 一起祈禱 一起聆聽信息 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感謝主 現在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留言區 我們可以寫 我們有要感謝的地方 不然我們很悶 可能我弟兄姊妹覺得很悶 一直坐著 看電話 看電視機 我們現在就打 在我們的信息 這個box裡面 我們寫一寫 有任何地方 是我們要感謝上帝的 我們每一日 感謝 每一日讚美 上帝的喜樂 與我們同在 第四個方面 我們是要熱愛耶穌的門徒 成為耶穌的門徒 我們要學習愛人 怎樣學習愛人呢? 用我們的愛心 和一些關係 打個電話 關心祂的處境 幫助祂 聆聽 用我們的聆聽 接納是很重要的 這個世界上很缺乏的 是一個安靜 聆聽人的身 愛耶穌的門徒 特別在這個MCO期間 很多人的生活 經濟 家庭 都面對挑戰 用我們一起學習 怎樣來彼此的傷害 第四個方面 是維護基督 我們知道耶穌已經預言 在門口的日子 二端邪說 必定會橫行 連選民 就是我們基督徒 都有可能會被魔鬼 撒旦所蒙蔽 我們可以怎樣去做呢? 我們怎樣去面對呢? 今天的主題提醒我們 我們要抗毀基督居首位 我們要拒絕一切人的哲學 是抵擋上帝的哲學 一切人的小學 人說的這些抵擋上帝 在這個世界上 會有很多很多的 成功神學 成功神學 超級恩典 東方閃電 混合主義 後現代思潮 很多很多的 這樣的觀念 會入侵我們的觀念 在教會 可能之後 很多的教會 去接受同性戀 婚姻是沒有問題的 在美國 很多的教會 已經覺得沒有問題的了 在美國 他們為了要政治正學 他們就怎樣呢? 他們就放下了道德的標準 很多的牧師 為了不要得罪門徒 為了不要得罪基督徒 因為怕沒有人來教會 怕沒有人奉獻 他們又說人想聽的話語 這個是我們要對抗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 我們如何去維護基督呢? 首先我們要連接於基督 剛才我們已經說了 我們要不斷地每一天花時間 讀聖經 祈禱 接受裝備 裝備 當我們接受門訓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我們 世界上會有很多假的東西 我們要學習什麼呢? 學習變形 什麼是真的東西 你怎樣知道一個假錢呢? 首先你要知道 什麼是真的錢 幫你明白什麼是真理 你就知道什麼是歪理 第三個方面 瑞士的報道 因為我們知道沒有時間了 我們要儘快 用盡所有的一切 快快的傳福音 預備我們的心 回應人的疾難 對基督 對教會 對文法 我們華人會有很多的誤解 對基督教會有很多好的誤解 但我們的責任什麼呢? 隨時準備好 跟他們解釋 我們順處的人 分享我們的驗證 彼此的鼓勵 彼此的勸勉 總結 面對紛紛擾擾 傳統倫理 傳統倫理 價值觀的崩壞 動蕩不安的社會和政治 我們在馬來西亞 我們看到我們的政治很混亂 我們的疫情很嚴重 但我們要專注兩件事 教會的領袖 讓我們專注教導滿徒 預備滿徒 完成大使命 對抗時代的紅樓 疑端邪雪的攻擊 做領袖的 讓我們不斷地注重這件事 裝備我們的滿徒 弟兄姊妹 我們責任什麼呢? 緊緊地跟隨聖經的真理 活出信仰 高舉基督 預備基督的再利 用我們花我們的時間 準備我們的時間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時日無多了 我們耶穌基督很快要回來了 弟兄姊妹 你準備好了嗎? 今天一起祈禱 祝耶穌基督我們贊美你 就是今天的時間 在今天的崇拜當中 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華語 來勸勉 來鼓勵 來裝備我們每一個人 求主次封我們所有的人 讓我們心裡有盼望 從今天開始 所有做領袖的 讓我們專注來培訓 悶訓我們的門徒 裝備我們的門徒 用每一個門徒 每一個信徒 我們要信復領袖的教導 我們要學習真理 傳養真理 求主赤福 求主帶領我們的教會 感謝主 奉耶穌的名祈求 阿明 好,大兄姊妹 我們的信息時間到這裡了